我们期待这一天 差不多可以期待有20年 今年是我们多伦多佛光山见识 从8月开始就进入20年 那么这20年来 当然有许多的三知识 来到很多运动 但是今天这一会发生非常特别 各位不要看他年纪很轻 虽然实际上原来是不太轻 就是这个修得好 不过最主要他修得好 是他可以藏水师学 他就是可以近距离的 天性式的清静大师 跟着大师学习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要通过 妙光法师今天的分享 然后让我们也一样可以 如同妙光法师一样 我们清静大师 跟着我们的师父 去感受 特别是幕后的 有一些点点滴滴 我们大部分看到目前 那么这个大师 为什么是大师 佛光山为什么是佛光山 我们很期待 今天 今天的妙光法师的分享 所以我们争取时间 我这样应该不用再介绍 妙光法师是谁 还是讲一下 妙光法师 期待 我们介绍一下 妙光法师 妙光法师是我们在佛光山 有很特别的单位 人间佛教研究院 其中有一个是国际 国际主 国际主的执行长 那么特别对于大师的著作 要作为英文翻译 比如说最近 我们作为教材的 也会是国学会考的 范围的这本书叫 人间佛教 本怀 就是有妙光法师 非常快速的 能够英文翻译 那么这本书当然 还在海上 就要运过来了 还在货柜里 大家尽情期待 那么另外呢 妙光法师 我们要讲进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师只要有 国际性的 这种会议啊 开示啊 这种场合呢 总是会看到 非常庄严 也很稳重的 眼光法师 随时在旁 而且呢 他做的极席翻译 如果有 参与过翻译的人 就知道 用这个耳机这样的翻译 还好 但最难的 挑战的就是 大师一句 大一句 我们有说在台下 你会捏一把汗 因为师父有说 就像我这样 我会忘记的 讲了一大段 然后既然 妙光法师 可以一字不漏 这样翻 当然中间困难的 比如说 这些文章诗词 这些寄语 是非常难的 我们听到寄语的时候 就简直不想说 该怎么替妙光法师 这一张 但是妙光法师呢 好像也很自在的 信守 就可以翻译一段英文的 好像薩斯比亚的声音 这样子 因为昨天 其实妙光法师 还有几位法师呢 为我们本地的 一些翻译组的义工 进行了一整天的培训 那么真的 我们要为她前访 所以也顾不得 她们的辛劳 所以今天下午 特别再请妙光法师 用中文的 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这来了之后 我才听到妙光法师讲 她一向是讲英文 讲中 她没有讲过中文 我们多人多还真是 打探这个记录 所以 我也没听过 这个方法师 从小几岁到澳洲 十二岁到澳洲 十二岁到澳洲 这么小的小留学生 所以她的母语是英文 那么长期在海外成长 然后有这样的音乐 可以追随大师出家 然后担任这个 我们都称为叫做 这个英文 这个首席 这个英文的翻译官 首席翻译官 那么总是我相信 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场讲座 一定可以从 妙光法师这个传授之中 分享以后呢 得到许多的 起欢与感动 现在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恭喜妙光法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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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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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 其实特别感谢永固法师 还有我们多伦多所有的法师 以及佛光人 还有我们 我知道今天有许多这个新皈依的我们的朋友 一起来到这一边 所以其实我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那当然也带着一点忐忑 因为当永固法师跟我说 你来做一场中文讲座的时候呢 我心里就想了一下 我想说他是不是 他确定他是找我吗 那我说你是不是找妙光法师 好 妙光法师是新人大师身边的这个书记 那我是他的翻译 那当然大师在喊我们的时候 他都说妙光 妙光 然后我们两个就同时站起来 那每一次呢 走过去大师身边那个他都说 我不是在找你 我是在找妙光 好 那我们就说我也搞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走过去 那当然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说 没关系 即使搞错了 那我也希望能够把握这个姻缘 因为我相信每一次一个新的姻缘呢 都是我们一种新的法源的一个开始 那当然我也非常欢喜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 就是我所看见的大师 那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呢 在书记室 还有我们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几个法师 就跟我说 哦 你是去爆料的吗 我说没有没有 我绝对不是去爆料 我想我是去分享 就是出家这几年来呢 在跟在大师身边 吸收到的一些很宝贵的经验 那当然我们知道 在多伦多有故法师的带领之下 大家听闻佛法的机会相当的多 那也可以用很深度的方式 在学习佛法 那当然在这方面呢 我也是个后学 可是我想 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方便 让我来到这边呢 分享一些很珍贵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看着看着大家 我就想到我第一次来到多伦多呢 大概是2001年 也就是15年前的时候 隔了很久了 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2006年 我们大概在这边停留了两天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机会 跟大家互动 那但是我这次再回来呢 其实又多了一层的感动 因为我看走到哪一个地方呢 那法师就会跟我介绍 这是香登祖的祖长 这个是典座祖的祖长 这是文宣祖的祖长 这是公关祖的祖长 那我就发现大家已经 在这个20年来呢 多伦多佛光山已经变成各位的家了 我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所以呢 尽心尽力的把这个家给顾好 那所以在寻找这个家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不断的看到自己一路怎么样走过来 特别是透过信仰 找到自己的家 那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知道大概有五六十位的这一个菩萨们 终于皈依了 先在这边先恭喜各位 恭喜你找到家了 信仰就是让你可以最安心的地方 所以信仰就会是你最好的家 那我们拥有共同的一个家 为什么能够在不同的时段 在不同的地方呢 都能够这么欢喜的聚集在一起 虽然我们隔在地球的两个地方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是受到信仰大师的启发 而来到这个地方的 对不对 那在信仰大师的启发呢 不一定是要看到他的本人 我想有时候透过我们这边 住持永固法师 各位法师跟大家所开示的这一个佛法 或是各位在书上所读到的 在收音机上听到的 甚至于呢 就是在这个对谈中所吸收到的 很多我们都知道就是 信仰大师所传递给我们的人间佛教的思想 那所以在开始讲我看到 信仰看到的大师之前呢 我要先从我怎么样接触到大师开始 就如刚刚助持介绍的 我出生在台湾 那我十二岁呢 就移民到了澳洲 那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父母亲在这个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 其实也做得不错 我爸爸的生意 他是装能做假牙的 那在这个七零年代呢 他很快的成立了公司 那也买了房子 给我们蛮好的一个生活 但是当时我就注意到有一个问题 就是即使生活在这么富裕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我的父母亲每天两个人只要见面都是不开心的 都在吵架 生活这么富裕 这么安定了 但是就是不快乐 那因为常常吵架呢 我的母亲就开始寻找 我那时候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呢 他就带着我到全台湾各个不同的大小的这个寺庙跟道观 那我会发现当他离开家里的时候呢 其实他走出家门的时候 他的脸上的表情就是一种压力 就是一种负担 就是一种不快乐 因为刚吵完架 或是说家里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完 或是小孩子不听话 那但是每一次我们不管走到什么样的道场呢 只要他走出来 我永远记得当他转身 面向佛菩萨合掌 然后放下来转身的那一刻 他好像呢 把所有的压力都留在他的背后 他似乎得到了一种暂时的解脱 那当然回到家呢 又开始轮回 我想我们小时候应该是蛮顽皮的 常常惹爸爸妈妈生气 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那所以我在台湾这个儿 这个童年的时代 几乎就是这样子过的 一直到了差不多12岁 移民到了澳洲 从一个环境已经算富裕的环境 再到一个更好的天堂 地大物活自由奔放 那但是呢 难度又来了 我的爸爸呢 帮我们买好房子 找好学校 买好车子呢 他就回台湾去了 回去继续赚钱 要再养这个家 相信各位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呢 都对这个经验有很深刻的印象 那留下妈妈就是要想办法 每天找地图 我们小孩子要买东西 就要找到supermarket 我们要上网球课 就要找到网球场 等等的 那所以在这么生活 这么压力这么大的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并没有真正改善他的心境 那我就发现 他又开始了这个找寻的过程 一样 他带我们到唐人街 唐人街走进去呢 大概就是差不多 这一个舞台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里面就是一尊观世音菩萨 他每个礼拜天 他就会走进去 然后开始拜佛 然后一样 就是在那个短暂的时间 会得到一点点的解脱 所以在这个不断寻找的过程当中 终于我就突然发现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要一到礼拜五呢 我的妈妈就不见了 去哪里呢 原来她找到我们 佛光山在雪梨的道场 那法师就问她说 你有什么专长啊 那我妈妈是学擦花的 那法师就跟她说 那你来 庄严道场 所以她就变得很开心 每个礼拜五呢 都会带着笑容呢 花了一整天 把我们道场的花都换好 然后呢 开开心心的再回家 那后来慢慢的呢 她就把我们 我的哥哥跟姐姐 还有我呢 也都带到道场去 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个状态 就是在这个1990年初前后的时候呢 很多这些华人移民 不管是广东人 还是台湾人 你一旦到了一个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语言又不通 其实你在寻找的是什么 一个可以拜佛 一个可以让你安心 一个让你认为是属于你的家 那所以我发现 其实这样的一个传统 一直维持到现在 看着各位坐在这一边呢 我相信各位在踏进 道场的这一扇门的那一刻 恐怕你的那个表情 也是在那一刻 变得无比的自在跟安然 所以很感动 就是在说法师 在多伦多这20年来的带领 让我们看到在多伦多的法物 这么的蓬勃发展 所以我就一段 昨天就一直想到 我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 学佛的状态 那所以呢 就是在这样 我也是在类似这样的 一个同样的因缘呢 慢慢慢慢的 就是走进了佛门 那我在讲这一段的目的 其实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那时候12岁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中文 那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就会发现在佛光山的道场呢 已经慢慢的 错过一些书籍 或是法师的开始 我可以开始 从大师的人间佛教当中 得到了很多的利益 比方说我用第一句话 就是一半一半 对不对 大师说世界好的一半 坏的一半 男人一半 女人一半 白天一半 夜晚一半 所以一切都是一半一半 那这句话呢 让我开始对佛教 终于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就是我从小到大 在西游记 在这些这个小说里面 所看到的佛教 其实都不是我们真正正在体验的佛教 他不是一种消极壁士的 他也不是告诉我们 世间就是充满了苦 而是人间佛教 或是21世纪我们所体验的佛教 告诉我们 其实人生快乐跟苦 都是参半的 那只是重点在于我们怎么样呢 去让这一半跟一半 共同的存在 那所以我可以看到 当时母亲因为心里苦闷 所以呢 透过不断的寻找 找到了在佛光山 这个的雪梨道场呢 开始得到一些心灵上的 安定跟解脱 那第二个呢 我终于知道人生不是完美的 那佛教告诉我们的就是 就是因为人生不完美 所以当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呢 与其消灭他 拒绝他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怎么样跟他共同生存 我把他当成我的一份子 那我可能会更加的自在 所以这就是我在一半一半当中学到的 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当中呢 我在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 身为一个亚洲人 又不会讲英文 其实在学校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目标 就是什么被欺负的目标 我每天去学校呢 虽然我去的是一个私立的 这一个女子学校 但是大家看到一个不会讲英文 然后看起来傻傻的亚洲人 我几乎每一天早上从校门口 走到我们这个local room的时候呢 没有一天不是被人家推一下 或是撞到墙壁去 因为他们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 因为我不讲话我也没表情 他们觉得要一直戳 戳到哪一天我有反应为止 所以呢不是推我撞我 就是我们在recess 早上下课的期间 大家不是学生都坐在地上一圈一圈吗 我坐在那里吃着我的morning tea 然后呢永远就会从不同的角度 飞来一坨烂掉的香蕉 或是一个橘子皮 他们都很准 都知道那个汤池什么角度 多大的力量刚好会打到我的脸 就这样子每一天会不断的发生 那最严重的一次呢 就是我们在集会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这个比较壮 比较强壮的这个澳洲女孩子 我坐在地上 她就把椅子呢架在我的身上 她说go away this is my spot 那我很压抑啊 我就说why there's plenty of space why would you need to sit here 她就说I don't care this is mine you're going to go away 那其实人的忍耐你是有限度的 那我就拒绝 我就说no I got here first find your own spot 所以她就越来越粗鲁 就这个用椅子呢 一直要把我推开 那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他的澳洲人 就看不下去了 其他的女孩子就会走过来 so leave her alone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呢他们就会坐在我旁边说 don't worry about her we'll look after you 所以这个当中就让我感受到 虽然我们不断的在被 在受到欺负 但是因为受到欺负 我反而因为这个姻缘呢 找到了好的朋友 我们可以交心 可以信赖的朋友 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感受到 一半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妙处 那么日子继续往下走 我们相信就是很多在座的各位 当初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一定发现英文说好学吗 也不是那么好学 对不对 说难也不是那么难 但是总之26个字母都认识 装在一起就不认识了 非常的难学 很难讲的好 所以我在学校的英文班呢 不管怎么上课呢 考试的分数都不好 我都考三分半 满分一百分的 对啊 怎么考都考不上去 我想这个也是天赋异禀 绝对不超过十分 那老师呢就开始把我当作 好像智商不是很高 那同学就会学老师 比方说每天早上 他就会跟你讲话说 Oh how are you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Fine thank you 我会告诉他 I don't speak English but it doesn't mean I'm stupid OK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也曾经气馁过 我在想 为什么怎么学都学不好 那我要考大学 我怎么考 然后呢 我就看到 大师的书上 他就写了一句话说 要争气不要生气 那要争气不要生气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与其跟人家吵架 你倒不如证实你自己 prove yourself 所以我就开始改变 我学习的方法 我有一本字典 我从来都不离开他的 我每天就是很努力的翻 我用最土法练钢的方式 我只要有不认识的字母 我一定去查到认识 而且我知道怎么用 那每天下课的时候呢 只要同学在讲话 那我就会很仔细的听 这句话是这样子说的 你这句骂人的怎么讲 骂人的我也学 我才知道他在骂我 赞叹的我也学 那各式各样的我都学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学语 你用耳根 跟你的眼睛 耳根跟眼根必用 你会学习的非常快 那所以慢慢的呢 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吸收 不断地吸收 每天看电视 到了我十一年级的时候 也就是高二的时候呢 我从全班 每一个科目 几乎是最后一名 全部都考到第一名 那么我就很感谢这一句话 如果我当时如果是一个 一生气的话 我就想啊算了 我不要 这什么鬼地方 我不要来了 我回台湾好了 那我想我今天 恐怕没有这个机会 坐在这一边 那同时我也相信 通常我们在说的因缘法 乃至于是无常呢 他讲的并不是只有 所谓不好的事情很快 就会人生好的事情 很快就会变不好 而是同时 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呢 无常给我们的希望 就是只要努力 我们一定可以 让生命变得更加好 那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要争气 不要生气 那第三句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皆大欢喜 那英文他是翻成 Happily Ever After 那但是如果 我们再做一点调整的话 可能会告诉大家 就是Everything you do You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雙赢 那怎么样雙赢呢 我身处在澳洲 那在这种文化跟语言差异 很大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走到哪里都是冲突 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去学校 人家光是跟我说话 我都听不太懂 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那第二个呢 因为我母亲的关系 我从八岁就开始学佛 所以人家会问我说 你是信仰什么宗教的 那我会说我是佛教徒 但是我当时的高中呢 是Anglican School 大家知道英国国教 是最基督教的学校 Extremely Christian 那所谓最基督教 最基督教的学校 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他们对 其他的宗教 不是那么大的包容 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是绝对的 那所以我常常在被人家问到说 你信仰什么 当我讲的是佛教徒 I'm a Buddhist 全校的基督教徒 全班的人 就有一个女孩子 曾经转过来就 You're a Buddhist? You don't believe in God? You're going to hell! 那如果那个时候 我没有学到这句街道欢喜 然后我可能会很神奇地 回了他一句话说 You're the one going 但是我就想到 大师教我们所谓的街道欢喜 就是我们设身处地 为人着想 不要吵架 或许他不了解 或许他就是来自这么强的 一个宗教背景 那我们不需要为于 对了自己所信仰的美好 去跟别人起冲突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学 我跟我的姐姐 就学会一些比较幽默的方法 跟他对待 所以当同学在跟我说 You don't believe in God? You're going to hell! 我会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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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are going to heaven And I am going to pure land! Let's be good neighbors! 那所以慢慢的同学呢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不好相处 他会开始问说 Oh, what do buddhists do? Do you meditate? Do you do this? 他开始就有一些交流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这个anglican school 每个礼拜天呢 都会请一个pastor 一个牧师来跟大家讲道 那讲道讲完之后呢 一定会大家一起唱一首圣歌 那最有名的是什么? Hallelujah! 大家有印象 就是全校全部要站起来 我们大概是七八百人 全部站起来就要唱 Hallelujah! 然后每次一直唱 我就跟我姐姐说 为什么我们要唱Hallelujah 我说我不是佛教徒吗? 她说对 那不然我们来唱 阿弥陀佛好了 就我跟他两个人就坐在后面 我们就开始 当他在唱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在后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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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同学会反过来说 What are you singing? 我会告诉他 Oh this is someone who is like Jesus 跟Jesus一样 然后呢 他也是要带我们去 heaven 他也是 pure land 然后呢 就有些同学 Wow this is really cool teach me 这样子 然后呢 所以到了学期末之后呢 后面一整排的澳洲人 跟着我跟我姐姐在那里 Oh 弥陀佛 Oh 弥陀佛 然后我们就融在一起了 所以很开心 这样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当中 我们如果能够找到 在这个义中求同 同中存义 怎么样可以很开心的 把所有正性的宗教 所要传递的讯息 都是爱跟慈悲呢 能够用好的跟正确的方法 来分享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呢 都不会害怕冲突 所以这是我在十五十六岁的时候 学到这句街道欢喜呢 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利益 那我在高中呢 基本上就是跟着妈妈 每个礼拜天 那到了道场呢 他进去共修 我们一群年轻人呢 就在外面的单词呢 溜冰 吃棒棒糖 分享故事 那当然法师的人 那也是有限度的 所以呢 到了差不多 我们去了一个月之后呢 有一天法师 来来来 大家集合 来 我们进来要的帮道场服务一下 所以呢 就把我们站在一排 然后每个人发一支勺子 他说等一下有人来呢 你就把你前面的食物分一瓢给他 那个叫什么 行糖 那法师就开始呢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 让我们开始参与这个道场的这些活动 但是都是用一种很散巧方便的方式 让我们习惯了 那我就这样子一路过了这一个高中的生活 一直到进了大学 我记得我在考完大学的那一年呢 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努力 努力读了两年的书 在考完大学那一天 我把我房间所有的课本都丢掉 我竟然发现我房间的地板是看得到底的 清的干干净净 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两千片的大拼图 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要放空两个礼拜 每天就是沉浸在那个拼图上面 那当我把地图撒在地上的时候 我正要趴下去的时候 我妈妈说 我已经帮你报名了 那个南天寺的儿童快乐营啊 你准备那个你明天包包打包好就可以去了 那我就跟我妈说 妈妈我已经18岁了 你还叫我去儿童营 那但是我很乖我还是去 那我就发现去了很多一样 都是被妈妈骗来的小孩子 那不仅被妈妈骗来 她也搞不清楚状况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中文 所以呢 第一堂课开始呢 满千法师就开始跟这一群 从8岁到18岁的这一些青少年呢 开始讲故事 那次他讲的是乌龟跟蝎子的故事 所以他讲的那样 讲了差不多10句之后 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所有的小朋友呢 都是眼神呆滞嘴巴开开的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听不懂中文 那所以呢 他就开始看中 他就说啊 你们听不懂中文对不对 那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翻译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哦 我英文是考三分半的哦 我绝对不会举手的 所以当他一讲的时候 我在桌上我马上这样子 我就看着天花板 我想说不关我事 绝对 法师绝对不会找我的 结果我没有想到可能是 就是因缘吧 或者你说是业力也好 call it karma 他可能以为这个叫做举手 他就说 那个你很勇敢啊 你举手了 你要帮我翻译 然后我想说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what's going on 我说法师你确定吗 来来来麦克风送给你 你自己选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 那时候中文实在是不好 然后英文呢 也是不是很溜的时候 我就记得第一次帮他翻译之后 他讲了半个小时的话 我从头到尾只用两个字翻译出来 这个厉害吧 他讲什么 他不管讲什么 都是第一个字就是嗯 然后看一下对方 然后啊 对还有第三个字 I'm sorry 因为我真的不会翻译 那所以那半个小时 他乌乌一根歇的故事呢 就被我用三个故事 直接化剪成一个禅宗的公案 这样子 那下来之后呢 我就想完蛋了 他走过来 我发现他的脸蛮黑的 他应该忍耐了很久 他就走过来 我就想糟糕 这个法师应该要来骂我 对啊 没有想到他走过来 就跟我说 你刚刚翻译得很好哦 然后我就想 谢谢法师 我心里的那个独白 就是你骗人 但是那一刻我在想 可能完完全全翻转了 我的人生 也可能完完全全翻转了 让我重新认识 什么叫慈悲 为什么 与其责备我 他选择用包容 跟鼓励我的方式 如果他那一次责备我 以后不管什么样的人 再叫我来做翻译 我绝对不会再把麦克风拿起来 所以跟我们在多伦多道场 我那天 昨天参加这个workshop 我问他说 你们哪几位有帮助词翻译过 一举手就15个人 好感动哦 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够就我一个 但是这些翻译 它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决心 它是鼓起多大的勇气 来给各位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想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在这边 我真的是用这个自身的体验 请各位好好的珍惜 在多伦多所有做翻译的这些菩萨 真的了不起 他们是很难得 可能也是像我这样子 其实已经胃都快抽筋 满身大汗 然后心里可能已经 就是想了很多很负面的这些语言 但是一拿起麦克风 就是希望能够以法供养大家 那所以在那一次这个 我们讲说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就是满千法师在那一堂课之后呢 他整个儿童夏令营 他都把麦克风递给我 那当然我有从三句话 三个字进化到几句 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从那一次呢 这个五天的儿童夏令营结束之后呢 我又在到场留下来了两个礼拜 我开始帮他们翻译他的newsletter 他的佛光通讯 然后呢有一些活动呢 我就开始在练习 做这些口译的这个练习 那我在想我真的要讲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这个一个英文考三分半的一个 被人家认为是智障 还有自闭症的小孩 我妈妈以前真的也有我自闭症 因为我都在房间跟自己讲话 讲得很开心 出来就不讲话 那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我就竟然有一个机会开启了 我生命很多的一个因缘 那所以从那一次呢 我只要在大学生命 只要是没有上课 我就是拎着一个包包 到南天寺 坐下来就是打开三门字典 我就开始翻 法师给我什么东西 我就做什么翻译 法师叫我去上什么课 我就翻译什么东西 慢慢的练习 然后一直到了有一天呢 他就跟我说 啊你这个翻译越来越进步啊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努力 将来有一天呢 一定可以帮心灵大师翻译 然后我就心里就点点头 我就点点头线想 哈哈怎么可能 无可能 那但是呢 真的很多的因缘 我在想那一刻 其实我的一个信念就是 我不管我有没有机会 能够做心灵大师的翻译 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 法师给我一个因缘 可以帮大家服务 那我就是全心全意的 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各位 各位来到福门发心 不管你是共修 或是念佛 甚至于去服务 我想这句话 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 只要你发心 只要你用尽全心 因果跟佛菩萨都不会违背你 他都不会辜负你 他会给你打开很多很多 更宽广的因缘 这也就是我在大学过的 这样的一个人生 好那慢慢慢慢 我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呢 我就会发现在大四的时候 很多的法师都来关心我 接下来人生的路要怎么走 当然多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career consultant 原来他们在关心我下一步怎么走 意思是 哎你要不要剃头啊 出家也不错啊 大学读完了差不多了 这样子 那我心里就慢慢的想 我说我才不要了耶 我还要去享受人生耶 我还没有看世界 我至少要去旅行一圈嘛 对不对 或是有一点工作的经验这样子 那这是我想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刚好在那一次呢 心里大师很难得了 从来不会在一个道场住超过一个月 他竟然就来了南天寺 就住下来了一个月 然后每天都用门开市 那简单的讲了 就是我在想 我在看到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在思考的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将来我要做什么 我才可以回馈我的父母 给我这么好的一个人生 到澳洲到天堂去 来读书甚至学博 我就想 我如果做翻译 我实行三个三百美金 好像也不错 那但是人家跟我说 对啊你去联合国 人家讲的就是战争啊 剥削啊等等 那你要做这个吗 我想想也是啊 所以呢 我就把自己关起来一个礼拜 我也不接电话 我很认真在思考 我到底要做什么 那到最后我终于就决定 我想出家呢 是我人生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让我走向整个世界 它让我放下了我所谓的自闭症 它让我结更多更多的缘 它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 那我想这一些在任何的职场 都是找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了 我就要出家了 那么呢决定出家之后下一个难题就是 我怎么跟我爸爸说 我爸爸没有学佛 在那个时候呢 他其实认为我跟我妈妈好像都被洗脑一样 然后每天就是去敲墓鱼 在念佛 后来我就跟他说 爸爸其实我们到道场都不做这件事情 我们到道场都是很开心的在奉献 那只是说 你怎么样跟你一个没有信仰的父亲说你要出家 那是多大的晴天霹雳 那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呢 大师就很有智慧 他就跟我说 你要过年了 你不用请你爸爸妈妈来道场一起过年吗 他的意思就是你来 那这边的法师呢会帮助你 那我就想 好吧 也不错 听起来还蛮好的 那我就请我父母亲一起到我南天室 那一开始我爸爸还不肯 因为他知道 There's something fishy 他说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诈 当中一定有诈 你怎么会叫我来道场 他就不愿意来哦 那我跟他说不要这样子嘛 幸运大师来开 是也很难得 所以他就跟着我妈妈一起坐下来 那我记得那一天大概是六个人要出家 然后六个人的父母亲都到场 结果一坐下来呢 我们的师父真的是非常的开门见山 那个椅子都还没坐热 他就对着我爸爸说 欸某某居士啊 你知道你女儿是要出家的吗 然后呢 我爸爸就整个就不动了 他也不安 他也不讲话了 然后他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了 然后所有的法师 那我想我很感谢当时满前法师 荣师傅 我们的池荣法师 慧师傅都在帮我讲话 就说这个以后啊 会很有前途啊 很有才华怎么样 但是讲了差不多五分钟后呢 我爸爸十九岁白手起家 然后呢创办了一个公司 在台北买房子 然后呢把全家带到澳洲来 一辈子再困难都没掉过眼泪 竟然在那一刻呢 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放声大哭 那我也吓一跳 因为我其实从小跟我爸爸不是很亲 那只是那一刻其实你会发现 原来父母亲他的爱的表达方法 原来是这个样子 他对你是多么的不舍 那所以那天我就握着他的手 然后他也很忍耐的听完 大师跟大家的开示啊 然后呢那天已经结束的时候 已经九点半了 他一出来呢 他就直冲他的车子 本来是要坐下来的 他就开车就冲回雪梨去了 因为我在原地 我想我现在到底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样子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呢 大概五点多 我妈妈就打电话来 他就说我想你要回家一趟 为什么昨天你爸爸哭了一个晚上 他非常非常的伤心 那我想想也是 我应该跟父亲说清楚啊 父母亲给我这个生命 然后也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 我总是要有个交代跟说明 那我就去跟大师说 师父我觉得我应该跟爸爸说清楚 幸运大师就停了一下 他说嗯对 来这是常驻的车你开回去 那我再告诉你两个故事 当初一空法师要出家 他的爸妈不答应他的时候 把他锁起来呢 他就把床单拉开 然后绑成一条线从窗户降下来 然后呢 他一个法师呢 把刀片藏在袜带里面 就是说告诉他 我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我宁可丢掉生命 那我就跟师父说 师父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 那当然我很忐忑的 把车子开回家之后呢 我其实一路上 这一个半小时 我都心里其实很忐忑 我从早到大呢 一个礼拜没有跟我爸讲 超过十句话的 我要怎么跟他说明 我的人生大事 那回到家之后 他眼睛就肿肿的嘛 我们坐下来谈了很久 那很多事情 我就发现原来 爸爸对我们的人生规划 是很完整的 读书 毕业 找工作 结婚 组织家庭 这是我们最正常的一个生活嘛 所以我跟他谈了很久 我就跟他说 爸爸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人生 可以很不一样 他说 我只是希望你正常一点啊 我说 什么叫正常 他说 你剃个大光头 穿个洞洞鞋 这样叫正常吗 那你可以继续读书吗 我说 穿这样子可以去读书啊 你穿这样子走进大学 人家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吗 我说不会啊 你不觉得很酷吗 而且我不用换衣服 每天就是这一件衣服 对啊 那后来谈到后来 我爸爸就说 总之我就是不答应 如果你坚持要出家 我就跟你妈妈离婚 我怪他 因为都是他害的 他把你洗脑 带到佛光山去 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讲到这个地步 那我就停一下 我说 爸爸 你一辈子没有洗过一个碗哦 你一辈子没有洗过衣服哦 如果你跟妈妈离婚 谁来煮饭给你吃 谁来照顾你啊 他就停在那里 我说 也有道理 不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那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走出我自己的人生 那当然那一次的对话就是不了了之 我还是回到家 我还是回到南天寺 那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剃头了 那当时那一次呢 只有 我爸爸他真的是 哭逐了一个礼拜 他没有办法接受 怎么一个女儿跑去出家 他还问我妈妈说 他是被谁甩了是不是 是不是感情不顺利 还是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 那我妈妈说也没有啊 过得挺快乐的 这样子 所以总之 我现在回想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在想的都是 当时 其实我没有好好的让爸爸了解 我学佛所感受到的喜悦 因为我没有让他了解 所以这个冲击 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 那因为这个冲击呢 我们几乎两年没有说话 没有办法对话 我电话打回去 他不想接 那甚至他知道是我的话 他也没有勇气把电话拿起来 但是慢慢过了两年 我想在这个当中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一个 这个大的关卡 如果我学佛 我都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欢喜 那我还学佛做什么 对不对 那但是我就看到师父这一句话 有一句话就想说 因缘能够成就一切 因缘能够成就一切 不要急 你慢慢去思考你走这条路 你的信心坚不坚定 那你慢慢去思考这条路 你走出来的话 你能够学习到的欢乐跟发喜 你怎么样分享给你的爸爸 所以其实一直到了 差不多我出家第15年的时候 这个节他都没有打开 那在跟人家谈起两个 三个儿女的时候呢 讲到第二个儿子 就后面就停住了 就嗯 讲不下去 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 他的女儿跑去出家 那我想也不能勉强他 我没有办法勉强他的 就像他不能勉强我去结婚 还得了 对不对 那所以时间慢慢的过呢 这个后半段 我再跟大家提到 后来我父亲怎么跟我化解这个姻缘 那我先讲我刚出家的时候 就开始跟在大师身边的一些姻缘 所以我一出家之后呢 因为也很感谢满前法师 他真的改变我的人生 然后也非常积极的 把我推荐给这个大师 来做他的随事翻译 那所以我在2001年的时候呢 在出家没多久 然后呢开始要跟着大师在 云游各个世界各地做他的翻译的时候呢 我们就遇到了这个911 两架飞机呢 撞进了世贸大楼 在世界上就是先行轩然大波 大家都很担心 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在一个 就是我出家之后的第一站 那在这个第一站的这个部分 我等一下再说 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旦出家我就可以飞美国 走加拿大等等 那因为在 因为有了这个翻译的因缘 那我也没有想过一个考三分半的人 可以在28岁之前呢 走遍全世界32个国家 那甚至呢 见到了马来西亚两届的总理 然后梵蒂冈的教宗 然后全世界的这些总理跟总统 我想知道这就是那个eye opener 我开了很大很大的眼界 这个就是新云大师 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缘 那但是呢 我更珍惜的是 跟在他身边 其实我看到很多近距离 一个一代大师 他怎么样弘扬佛法 那弘扬佛法部分 我分成三段 第一个是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教育徒弟 作为我这个很小徒弟 一开始跟着他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他的身教 跟我们的互动呢 也有些非常有趣的经验 那比方说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大师的幽默 我真的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你现在看我坐在这边拿麦克风 其实以前我绝对没有办法 接受任何一个人就这样 瞪着我超过三秒钟 我会很紧张 我会想要低头 然后找个洞砖下去 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呢 走路都是看地上 然后走路就低着头一直往前走 那有一天师父就跟我说 那个地上有黄金是不是 说你捡到多少啊 我说师父没有啊 没有黄金啊 我说对 往前看 往前看才有希望 这是他在我出家第一年呢 跟我讲这句话 我非常的有印象 那一路走来呢 他也帮助我突破很多 我所谓的这个害羞跟内向 那比方说他在教我学习承担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头低着他就跟我说 抬头 挺胸 他慢慢的告诉我 他说你不要看起来像个小姑娘 你要做大丈夫 出家就是应该要有大丈夫像 抬头挺胸 四平八稳 那当然呢 人的习气都不是那么好去掉的 所以很自然 有时候我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又开始找黄金这样子 那突然有一天他就看着我 他就看着我差不多20秒钟 奇怪我脸上是有范围吗 他就说 妙光佛 后我就吓一跳 我说师父我不是佛 我是妙光 然后他就看着我说 妙光佛 然后我说师父 我是妙光 但是我好像还没成佛 他就说不对啊 你要直下承担啊 我都喊你妙光佛了 你还不给我点面子吗 然后我说是 然后他就喊了我一声 妙光佛 然后我就说是师父你好 他就说不对 又不对了 又有范例吗 然后他就说 我都喊你妙光佛了 那你应该喊我什么 对啊 对啊 他的徒弟是佛 那他是谁 这样子 我就看着他 师父就说 你应该喊我佛师 是不是说以后呢 我当我喊你妙光佛 你就要记得喊我这个 这是我们之间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话 那我想师父要告诉我的是什么 我应该直下承担 竟然都发心出家要做大丈夫了 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承担 抬头挺胸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 不敢讲救度众生 我们怎么样去服务众生 所以这个妙光佛的这个公案 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流传 所以就这样子 我出家之后 因为这样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机会 就跟着大师 他说跑江湖 跑江湖跑了这个十几年 有机会到什么英文的国家呢 我们就去 那其实每一个路上呢 都会听到很多这种充满残疾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好的老师呢 他不会直接用语言去指正你 他会用一种很有趣的方法 就是很像蝉饰在跟你讲话一样 比方说 有一次我们到了这个香港 宏堪体育馆 那一次是三规五戒 那因为是一个大场地 所以安排了十个逝者 十个逝者很多哦 那每一个逝者的目的呢 应该就是要帮助这个和尚 对不对 上下台然后准备什么东西 那那天是下午两点开始 那我们就发现第三位的人 就拿着一个波 直挺挺的站在那一边 然后呢 大师就定位之后就看着他 他说他就只跟他讲了一句话 我们下午不吃饭 意思是什么 波呢是只有早上逝者 才会需要拿的东西 下午不需要 然后呢 那个逝者就很紧张 还是样直挺挺的 就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就一个人默默去把他的波给拿走了 所以就这样子 在很多充满残疾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得到很多的学习啊 这个是幽默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大师在教育徒弟的时候 也有相当威严的一部分 他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呢 都希望我们 弘扬佛法 服务众生 你就应该要有对的态度 对的条件 那曾经有一年我们在美国呢 我们在一个客厅里面 大家正在听大师开示的时候 就通常我们的习惯就是你的资历越浅 你就是越往后坐 那那个时候大概十五年之前 我就是坐在最靠近门口的那一个 那前面两个空位留下来 就是给长老 慈容法师跟慈慧法师做的 当时候他们都还没有走进来 那大师就讲话讲着讲着讲着呢 然后荣师傅就走进来了 那荣师傅走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了他一下 那我就注意到他已经发现 他已经那个雷达已经定位好 他知道他的位置坐在那里 他就往那里走过去 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在 就没有在什么动作 然后突然那一刻 师傅就把他讲的话停下来 他就看着我们后面说 你们这群人真是傲慢 你们可以这个样子吗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吓一跳 发生什么事 他就说 你们这些坐在门口的人 有一个义务 就是当有人走进来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站起来 去迎接他 你要让他有受到欢迎 受到照顾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那一次我想学到的一个 就是师傅他一路以来 一直在佛光山 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他就能发现 你走进佛光山道场就是兵之如归 一定有一个笑容欢迎你 一定有人走到你身边 你好 而不是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插着手 通常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不对 那我在想很多的精神在这一些方面呢 就是从这个生活当中 大师点点滴滴给我们的教育呢 让大家所去熏悉到的 那我们就知道 原来对每一个人 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呢 时刻都应该要存有恭敬心 要全心全愈的去关照他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其实大师他虽然不骂徒弟 但是在教导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当然会听到他比较严厉的时刻 那通常在比较严厉的时刻 是什么 当我们怠慢他人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发生这种状态 那比方说最近五年 因为大师的脚曾经受过伤 那也不方便 所以都必须坐在轮椅上 那他走的行程呢 都是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人很多很多 那我们知道大陆的同胞呢 也非常喜爱大师 看到大师的时候 都会非常的热情涌上来 但是呢 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都是 当三百人同时往你这个方向涌过来 要跟你握手 拍照 讲话的时候 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无比的混乱 那在这种情况 我们跟着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希望就是帮大师保持一点空间 我们可能只是手伸出去 正要跟大家说 我们可不可以再往这边一点点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们在引导的时候 突然师父就很生气 他就说 你怎么可以挡人家 你凭什么挡人家 他意思说 你不要把人家挡住 人家看到我欢喜 那你就要让他靠过来 所以我们也学到 其实不管在何时何地呢 他其实都非常关照到所有人的一个心情 他希望尽量能够给人家一点欢喜 但是其实我们在那种状态呢 是非常担心的 为什么混乱 那有一次呢 我们就是在这种混乱当中 好不容易把师父请回到了 比较空间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就发现师父的脚好像怪怪的 发生什么事 混乱当中有人踩到了他的脚 肿起来就受伤了 因为人太多 那呢 再看看 手好像也不太对劲 同时四五十个人要握他的手 那个手一拉 竟然把他的肌肉给拉伤了 肿起来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蛮蛮不舍的 就在这种情况 当然是希望能够用一个最完善的方法呢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接触到事 甚至我们在自己这个 这个一起行动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也感受到那个人山人海的压力 就发现有一次 我的脚好像不能动 我的脚竟然已经在师父的轮子下面了 那种一片混乱 所以都卡在一起 所以那是什么样一种危险的一种情况 那当然我们就希望能够尽量 把师父给保护好 但是只要呢 一动 他就会跟我说 你不要动 你不要阻止人家靠近我 所以这是大师对别人的一种体谅 这个是威 比较有威严的部分 那第三个呢 我要讲的是 他其实虽然对我们很严厉 但是也有很慈悲的时候 那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跟着进进出出的时候 那有一次就是大师 他在法堂刚用完餐嘛 那鞋子呢 没有套好 那我就蹲下去 想要帮他把那个鞋子给拉好 那因为他坐在餐桌前 所以我就稍微要钻到桌底下去 帮忙他调整一下 那我就发现我头上好像有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跟我的头跟桌子中间 他把手放在那一边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只是说 小心 那实际上那次那个动作让我很感动 他其实是这样子爱护他身边的人 他曾经告诉我们 他觉得没有人是理所当然 应该要这样子为别人服务 为别人好 那但是我比较不一样 因为呢 我天生 我从一路来给自己定的密恨呢 就是什么 要对人好 大家应该听过法师呢 你介绍过 学佛的人呢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密恨 对不对 那通常这个密恨不是每天拜佛啊 持咒 超经 对不对 或是说背诵什么经文呢 大概就是这几种 那所以那次我们当听大师开完诗之后 我们就问他说 那师父你的密恨是什么 他说我的密恨就是对人好啊 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互动 跟行为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他其实一直在 在实践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只是简单带过去 那还有一个就是 最后的是大师对徒弟的期许 我们通常讲说在佛教 师父跟弟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除了刚刚这一些呢 那我们总结起来 其实师父说我对你们很宽容 其实对你们我认为三分像师徒 七分像道友 三分师徒七分道友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有比我更好的未来 那因为带着这样子的期许 其实他会不断的给我们这些土地呢 创造很多的平台 让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这样的空间 所以这其中一个方法有一年呢 在我们每年佛光山都会有一个叫做图众讲席会 在八月跟九月的期间为期一个礼拜 那全世界所有的法师呢 一千两百位全部聚集在一个地方开始上课 那是何等惊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么那一年呢 大师就说我今年要多做一件事情 我要为我的图众开一个画展跟作品展 所以呢就邀请所有的法师会画画的 会书法的 然后会创作的 会拍照的 会等等 你会做什么的 能够写作的 翻译的 全部都把你的作品交出来 我要帮你展出 所以那次我们在云基二楼呢 就在外楼外围 整个摆满了全佛光山 有这个艺术天分 音乐天分 创作天分 法师的作品 有画画的 然后也有这个雕像的 那我记得那一年应该是差不多 两千二零一零年左右 那一年信仁大师因为 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眼睛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他说他坐在这边 他看到前面就是一些影子 但是呢 在图宗讲集会的那五天 每一天他都会定期的 在这些作品周围围绕 除了旁边的法师呢 跟他说 这是某某人画的什么东西啊 这是某某人拍的照片 那大师呢 他自己就会跟这个四子说 再靠近一点 他就是眼睛是靠近在这个画的前面 他要直直细细细的看说 他的徒弟画出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他的用心 那所以那一次呢 大家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去很感谢师父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他就跟大家说 我真恨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星零大师 我甚至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比我更优秀 所以这个是星零大师他给徒弟的这样的一个期许 你们就是尽量去发挥 尽量去做 不要怕 不要怕超越我 那实际上我们心里当然会想 好像不太可能 当然难度很高 所以在这个各个方面呢 我想我只能用短短的时间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所看到的大师 他是这样子对待徒弟的 给我们所有的教育 所有的机会 但是呢 也从而不忘记教导我们 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是 大师的身教 不只是教育途中 他在任何的场合 师父的每一句话 跟每一个行为呢 其实都在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示范 就像我讲的 一个好的老师 从来不用语言去指证你 他一定是用你的 他的行为去引导你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 他永远都是一三整齐 如果各位有来自于香港或是台湾 你可能会发现在台湾 香港这些道场 有些法师可能比较自在 有时候不会穿着长衫 只穿着短褂就会在街上办事 甚至于不穿罗汉袜 但是在佛光山 你们都发现你走在路上 你可能看到一个法师 好像直接就知道 他是佛光山的法师 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像我自己走在路上 就是我来 像我这次飞来美国 我一坐下来 旁边这个是一个 一位女士就跟我说 你是佛光山的法师吗 那我就想我身 我头上又没有写佛光山 你怎么知道 他就说我们就是看得出来 那这个气质怎么培养 就是由大师他自己本身的身脚 永远都是一三整齐 然后威夷 非常有威夷的 在进出各个大小的场合 那第二个呢 我们会发现 所谓一个有威夷 然后呢 一个稳重的人 他行为举止 都是非常的缓慢 安定的 但是我常常就发现 身为大师要安定不容易 因为呢 他只要走到一个地方 大家都会涌处的他 这边这边那边那边 把他请了 然后最严重的是 本来是要往右边走 就从左边请了一大圈 再回到原点这样子 那大师他有一个威夷很好 就是他说他一坐不起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这个美洲的道场 那当时他到了一个道场 因为比较少去 那所以在那里的这个法师啊 跟信众都非常的欢喜 欢喜当中就夹杂的一点紧张 然后慢慢地要把他引导进 这个摘堂吃饭的时候呢 就发现 诸词还没走进来 那诸词没有走进来 不知道要怎么样分配位置 那所以比较年轻的法师呢 就很紧张 就手一比呢 然后呢 师父一看到 哦你要我坐这里吗 那我就坐下来了 结果坐到什么位置 大家想 一个房间 他竟然是坐在 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位置 那个是 比较资力比较浅的 晚辈所坐的位置 结果那位坐姿一走进来 就下来 师父 这个不好意思啊 我想 就是师父您的位置 是在那个正前方 师父我们稍微移动一下 大师就说 对不起 我已坐不起 他就不动了 然后呢 所有的人走进门口 都会稍微小小的惊吓一下 因为你进去 师父已经坐好了吗 那大家坐下来之后呢 他就跟我们开始了 他就说 我们任何一个人呢 空间跟时间 都要清清楚楚的 掌握在心里 也就是说 你一旦走进 一个房间 一个空间 你要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那你一旦锁定的话 你才能够从容 自在的 去完成下一个任务 所以他真的就是一坐不起 那一旦请错的话 那我们通常都会很紧张 但是他就是永远非常的自在 一坐不起 那还有一个呢 我想这个威夷到 从年轻一直到现在呢 是不是92岁的高龄 他从来都没有遗失掉 那为什么要保持威夷 各位有想过吗 各位喜欢看到一个 衣衫不整 威夷不好的出家人 走在你面前吗 你一定会觉得 这个佛教很落后 对不对 没教育 对不对 没有品质 那当然大师要保持自己的威夷 也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缘 为了为佛教保持良好的形象 可是我刚刚讲过 大概在五年前 他开始就是尽量 都只能依靠轮椅的时候 几乎要站起来十分钟 都是无比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会很紧张 但是呢 前年他又受邀到了这个博鳌论坛 在这个海南岛 那次的博鳌论坛呢 有这个习近平主席 然后全世界一二十位的总统呢 都在那里集合 那特别呢 能够争取到 让佛教的一位这个出家人 走进这种国家殿堂 那他也就特别的珍惜 不仅去开示 还有一个特别的场合呢 就是跟这些所有的总统一起照相 大家知道大人物道呢 最紧张的就是什么 安全 Security 那我们那天一走进 我们心里就想完蛋了 为什么 照相如果是这个舞台呢 他们大概在墙壁那个地方呢 就围起了一层这个保护层 不是照相的人都不能走进去 那慧宽法师就跟这个保全人说 我是照顾大师的啊 那他的脚不方便 我可不可以就是陪着他 不行就是不行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在里面 那所以呢 大师就跟我们说没关系 你等一下你再过来 那但是在那个整个五分钟的时间 其实我们离他离了十公尺 我从来没有看过所有的四则 眼睛黏得那么紧 就真的是看着他 因为如果一旦脚没有力气 他是会往后倒的 那但是呢 从头到尾师傅呢 就挺着身体 然后呢 撑着拐杖 就是很庄严很威宜的 站在那边 站了将近十分钟 然后呢 一拍完 我们赶快冲过去的时候 他几乎是人是跌到楼梨里面去 因为脚真的是没力气 那下来之后他 你知道大师第一句话问我们 是问什么吗 我刚刚有没有暂停 我有没有站好 那我们就说师傅 你不要担心 你都很有威宜啊 他就停了一下 他就说 这个呢 是关于佛教的面子 我要为了佛教 我不能让佛教丢脸 但是呢 幕后 我可能真的是来爆料的 那一天晚上 我们再回到休息的地方呢 师傅真的是精疲力尽 他几乎都没力气讲话 所以十分钟 在站立对我们来说 好像很简单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 年长的人来说呢 其实他要费尽所有的力气 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那但是他做这些都不是为了自己 他不断在想 如果我今天在这边一站 这张照片一出来的话 那大陆的这些领导呢 愿意多给我们一些姻缘 让佛光山的发展更加顺利 让大陆四三亿人口呢 更多人能够接触到佛房 那我一切都值得 这是那一天他晚上 所跟我们讲的话 一个威仪 射寿 我想也是一个出家人最重要的 其中的一个因素 这个是威仪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想大师的身教 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什么 勤劳 早期呢 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些 像是比较年长的 就是之前 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开始 跟在大师身边的人 我们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他们说师父几乎是不睡觉的 可能公事忙到晚上一两点 然后早上五点就起来了 那他们就曾经跟师父说 师父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呢 你六点再起来就好了 为什么要五点起来 他就回了一句话 他说因为我是师父 我如果懒惰 我的徒弟就会学我 所以我一定要精进 那么他精进的方式 透过在五大洲的红法 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但是呢 其他有一两点比较特别的方式 就是他在盖佛陀纪念馆的时候 他坐着轮椅 当时在看这个佛陀纪念馆的方向 那个各位现场有没有人有去过佛陀纪念馆 有应该蛮多的 那我们发现他是不是非常的庄严 很宏伟 然后跟佛光山的这个空间呢 安排的搭配的几乎非常的完美 那但是呢 这是当时一位85岁的这个长者 眼睛几乎看不到 他每天呢 在日出的时候 一定会去现场绕一圈 到了每个点 他会看这个时候的光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的风景是什么 中午12点1点 顶着大太阳 他会再去 研究什么 我走到这个地方 如果我是游客 我会不会很热 我走到这个地方 如果我是游客 我会不会口渴 我走到这个地方 我会需要什么 甚至他自己去走那个楼梯 他要去看他那个坡度 然后呢 晚上呢 再去一次 我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光线 适合让大家看到什么 大家记得 其实刚开始佛管 在这个奠基的时候呢 他的方向 其实不是现在这个方向 他可能朝左 大概又偏了 在照片上可能偏了15度 那可是当时呢 他对空间的规划 他就知道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显现不出佛陀纪念馆的宏伟 所以他把整个中轴线 再往右边拉 直接面对高平行 那一年911呢 我们争取到可以进去ground zero 特别做一个佛教的仪式 那是多么难的啊 那个时候 因为 就是整个美国是处在 什么样一个紧张的状态 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也都不一定能够 继续做祈福 那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因缘的时候 当我们进去的时候 大家就一字排开 准备开始撒净的时候 然后呢 诵经 接下来轮到大师 他念祈愿文 他就开口啦 那时候我站他旁边 要帮他翻译 那我们知道 祈愿文开口是什么 慈悲伟大的 我想后面应该是接佛陀嘛 他就慈悲伟大的 上帝 耶稣 阿拉 莫罕莫德 佛陀 他就开始念下去 念念念念念念 然后他就说 我希望呢 你都能够把你的子民 带到你的天堂 带到你的花园 带到你的净土 让他们安息 心里不再有恐怖 但是一开始在看到佛教徒 我们都搭一嘛 然后呢 在做撒净的时候 这一些天主教 基督教徒的这一些警察 都远远的站着 就这样子在看我们 但是一听到那一句的翻译的时候呢 他们手就放下来了 突然头都低下来了 然后呢 双手抱拳 然后就走过来低头 向师父低头 希望师父给他们一点保佑 保佑他们平安 然后能够快快的恢复 所以师父他后来离开的时候 他就说 对 我就是希望能够这样 我希望宗教 不只是佛教 他给人带来的安定呢 是在没有分别的情况 可以做到的 所以那天我看到好多警察 在接受师父的撒净 转身的时候 他们是流着眼泪走开的 因为他觉得在那一刻呢 他们是受到关怀 而且他感受到了一份的安定 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 跟平等有关系的 那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当时飞机撞进去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准备这个美加返备战众团吗 然后很多人就跟师父说 师父现在这么危险啊 恐怖分子 我们不要去了 然后师父也是静静的听着我们讲完 108个理由之后呢 再转过来跟我们说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才要去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呢 把慈悲跟佛法的力量给人带来心理的安定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那第二个平等怎么展现出来呢 我刚听到师父对我们来说 像都是三分师徒七分道友 那即使是在浮光身呢 他从来也不以 因为自己是师父 自己是开山 所以而应该有什么特权 那所以他平民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天他去佛陀纪念馆 去巡视嘛 巡视了累了 大家全部都聚集在滴水房里面 喝一杯茶 吃一点东西 那吃完之后呢 他就拿了三千块台币给侍者说 去付钱 那馆长看到说 师父这个地方是你盖的啊 你干嘛要付钱 对啊 这师父让我们 就是让我们来负责就好 那师父就转过头说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佛光山的制度 唯有这样子 佛光山的制度才能够健全 这个滴水房 我想我是不只看到一次跟两次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最近几年这个轮椅的状况呢 并没有阻止他在任何时候客人来的时候 一定是提早十分钟在门口站起来迎接 给他一个欢迎 宾至如归 那甚至各位如果在网络上读过惠平法师的这个文章啊 有讲过在寒冷的冬天 师父还会记得用这个热毛巾把手暖一暖再跟人家握手 这个都是他为这个客人的一个体贴啊 但是每次站起来他都会告诉我 你知道我是站起来多么的辛苦吗 但是我相信这个站起来会给他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所以用尽了全力 在坚守他的原则 那刚刚讲到那个第四 刚刚讲到的这一个密恨啊 也就是符合我要说的大师的身教第四点就是为人着想 他时时刻刻都在为人着想 我们刚刚讲到永远对人好 那有一次呢 我们在香港 从我们下车到登机只剩下三十分钟 还没有check in 那我们就很紧张的跟在师父旁边 好不容易护照拿到过了很紧之后呢 在商店前面就遇到一家人 好就慢慢走过来说 哦大师 你是心灵大师吗 我可以跟你拍照吗 那大师一向来者不拒嘛 只是那一天呢 就很特别 他就他就这样子摸 哎哎哎 口袋摸了两下 又转过去摸两下 包包又找了半天 这样大概过了三分钟 我就开始满身大汗 可是我又不敢跟他说 对不起 我觉得那个师父一定会不容许这样子 他就转过去呢 再跟他太太说 哎你有没有相机啊 然后呢 那个那个他的太太呢 就一样包包 这边捞捞 那边捞捞 然后地上再看看 又站起来再看 他说哎我没有哎 那又过了三分钟 哇继续冒汗 飞机可能会飞走 然后又转过去跟土地说 对他的儿子说 你有没有相机啊 然后这个一家人真的是一家人 那个儿子就 这边摸一摸 这边摸一摸 然后奇怪都会往地上看 他不知道地上真的是有黄金 然后这边再看看 好不容易找到了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 然后拍完之后师父还站着就跟他们就是微微的点了头就继续走 然后呢他就很冷静的跟我说 对这一张拍上去呢你给他很大的欢喜 然后他就继续走了 我说对啊师父好大的欢喜啊 我也好多的冒汗这样子 那还好就是在最后一刻能够上得了飞机 那样的一刻我在想 人怎么样从容自在 就是当你放下自我的时候 当你全心全欲为人着想的时候 你可以少掉了很多的忧虑跟烦恼 那么在这个为人着想的部分 我现在讲一个部分就是 其实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受到师父的这样一个关照 那这一块就是我在2013年底的时候 那一年我在新加坡讲座 那当我讲座讲完的时候下游就接到一通电话 是我妈妈 他跟我说你可能要回来澳洲一趟 当我妈妈说你可能要回来一趟 我都知道跟我爸爸有关系 我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你爸爸昨天前几天开车啊 突然整台车失控往左边的路上撞下去 撞到树上 那还好人没事 那我想他人没事就好了 他说可是呢 后来去医院检查呢 好像不太对劲 他就说他最近走路 常常会往左整个往左边偏 然后呢记忆也不太好 然后呢甚至常常需要去进防 原来在左边的脑部呢 检查一个将近15公分大的脑瘤 那我听到想哇 这个不得了 那我就跟这个妙目法师 我就说啊 我想我还是得回去一趟 但是我会把这边的行程都给走完 但是我几号可能需要离开一下 那我就打电话回去跟师傅报告 然后呢我就发现电话一挂完之后呢 妙目法师就拿了一包钱给我 他说这个是师傅说要给你带回去好办事的 那我们机票也帮你办好了 那我心里其实蛮感动的 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师傅怎么关照我们 那当我飞回到澳洲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南天寺的法师呢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我已经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看你爸爸 因为师傅有交代 那去看我爸爸呢 我心里就有点忐忑 因为我爸爸当时其实他真的是没没 不太接受出家人 他因为不了解我们嘛 那我想他会不会接受 那只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 他自从他发现有脑瘤的时候呢 他几乎没有办法睡觉 他担心 因为医生告诉他呢 你可能会中风 你可能会有后遗症 你可能会半身瘫痪 那他很害怕很害怕呢 每天他就开始哭 他很紧张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除了生命交给医生 我生命还能交给谁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这几年来啊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因缘能够成就一切 我跟我妈妈两个每一年呢 我在想每一年 每一天当我们在回向的时候 一定会希望回向给父亲 其实我是真的希望 他有一天可以接受佛法 而且从佛法当中得到一种自在 所以那时候呢 我的父亲 这边再小小爆料一下 他脾气非常暴躁 那小时候呢 常常呢 我看到都是在跟妈妈吵架 那一开始甚至不接受我们学活的时候呢 只要我们再到场久了 回家呢 可能就是佛堂已经四分五裂了 这是他表达不满的方式 那他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佛教 那我就在想 当生命让你感觉到你渺小到任何力量 都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请问你要投靠的是什么 那我的父亲呢 不知不觉当中 他就回应了我这个问题 他哭了两个礼拜之后呢 他开始拜观星菩萨 他突然发现这个时候唯有信仰 能够帮你度过生命最大的难关 所以他从这个对佛像可能不是那么的有礼貌呢 到现在是诚心的上香 那一次是满可法师 就是我们南天市的总助辞 澳洲总助辞呢 亲自带了几个法师来家里 然后帮我们撒清 那我就看到我父亲就是从这种看到佛像就不欢喜的人呢 转变到一个诚心合掌低头 接受满可法师帮他撒净 满可法师就说 你把你自己交给菩萨 你要相信佛菩萨会照顾你 他就安静的点点头 然后接受这样的一个祈愿 那后来我就跟在跟我爸爸在谈 我就说你现在心里有没有安定一点 他说对很奇怪 你们叫我念阿弥陀佛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比较安定的感觉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想我从出家一直到那一年呢 我几乎从来没有好好的跟我爸爸坐下来谈 两个人到底是怎么解答不开 这么难相处 然后这么没有办法沟通 那实际上我就发现几年下来的回向 当然我爸爸一定也是有福报的人 他在身重病 可能会失去性命那一刻呢 用忏悔跟道歉来取代了他的愤怒跟不安 他开始两个礼拜哭的时候 他就回想到他过去这几年 是怎么样对待我的母亲 因为他其实蛮小气的 他不太喜欢我的妈妈跟别的男众讲话 那有时候讲话可能就会过去 就是可能会有一两句话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甚至故意让他很多事情很难住 那但是当他想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呢 他在那两个礼拜的结束的时候 他竟然跪下来跟着我妈妈 向我妈妈道歉 他说我对不起你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过去这些不好的行为 那那时候我妈妈告诉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原来这三十年 带着怨恨有多深 怨恨的这个人 在这个结婚几十年来 给他这么大的痛苦 但是当爸爸跪下来那一刻 他就跟我爸爸说 我觉得我也放下了 我觉得我们过去不要再去 再去讲过去这些恩怨 我们现在应该是往前看 怎么样再过得更好 所以我想一个人有福报 他一定是能够以这个惭愧 跟忏悔的自觉呢 来取代这些愤怒跟诚恨 所以慢慢的我们聊聊聊 聊过去 爸爸也来跟我道歉说 对不起我当时 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父亲 那我就跟爸爸说 不会啊 你给我们最好的 把我们送到澳洲 然后这么爱我们 那我想我们只是 这个过程当中 并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对话过 所以这样聊聊聊 聊了好几个晚上 一直聊到 他必须要送进医院 这个开刀的时候呢 因为我姐姐跟哥哥的工作的关系 我们就讲好 我顾前半段 姐姐顾中间 然后呢 哥哥顾后半段 好那这样这个开刀的期间 我们孩子都能够把爸爸照顾好 所以我一直陪着他到 必须要进手术房的时候啊 我就问 我就问我爸爸几个问题啊 我就说 你现在愿不愿意相信 阿弥陀佛会照顾你 他就躺在床上 然后双手就合掌 说嗯 我会 我说你是真的吗 他说对 我会相信阿弥陀佛 我跟佛菩萨会把我照顾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住院检查 然后呢 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沟通 因为父母亲英文都不是很好嘛 所以在他生病的时候呢 所有在道场 跟我妈妈曾经结过缘的师兄师姐 全部跑出来 我载你去医院 我帮你跟医生对话 我帮你买东西 我帮你确认什么什么 然后呢 我爸爸就转过来说 哎哟 你妈妈还蛮有人缘的嘛 我就想废话 三十年的结云 对啊 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不止这个 他就躺在床上 已经要推进手术房 他就说 其实我会有一个出家的女儿 好像还不错哦 十五年的时间 那一刻他就放下了 就这样子 他进去手术房之后出来 医生跟我们说 其实很奇迹 他就好像 那个整个 整个这个脑流呢 好像跟自己讲好一样 他就是只有攀附在这个表面 他轻轻一拨就拨入了 然后很顺利的出来 完全没有后一针 所以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你以后不可以再生气了 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 生气就摔盘子 你要知道 你现在是业障已经剥落了 人生七十岁 你要到七十岁 再重新开始一次 就点点头 那真的哦 从那一次开刀到现在 他不仅脾气变好 然后呢 生活变缓慢 他现在呢 甚至愿意到南天寺去做义工 去服务大家 所以我就在想 因缘能够成就一切 但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在教我 就是不要放弃 我当时要出家呢 走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革命 他就会说 如果你进 就是争取了这么久 哪一天你突然出家 你想要退道心的话 你都不用想想看 那时候流了多少眼泪吗 那我就想到 对因缘成就一切 当所有的这个努力 让你觉得 好像都没有力气的时候 在那一刻 我想也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我们一定要 对自己所选择的路呢 有绝对的信心 竟然选了这条路呢 把它给走好 然后呢 全心全意的 诚心诚意的呢 去完成自己的这个任务 那我想在佛门 所有走过来的人 你真的会相信 因缘真的不可思议 会成就我们 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所以我在想 这个出家一路来 很多不同的这一些机会 还有这些经验呢 不管我是亲自看着大师 或者是说 他透过文字 所给予我们的这一些智慧 跟引导 也都是他自己本身在做的事情 好像我前面讲到的是 他的对徒弟的教育 跟这个本身的身教 那请再给我一点点时间讲讲 他自己本身对佛教是怎么样的牺牲奉献 所以对佛教的牺牲奉献呢 他常常都讲到 都是为了佛教 那为了佛教 他曾经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奉献 在2006年 我们那一年呢 跟着师父一起前往放地缸 要见教宗 那我们在这个客厅 有看到有一张照片 就是大师跟这个 John Paul II 照的对不对 这个是教宗在一个私人的空间 跟他见面握手谈话 那但是06年那一年呢 情况有点不一样 我们就发现 联络的过程当中 我好像误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以为是一个正式的会面 结果走进去呢 又是在100公尺之外呢 就把所有人挡住 他说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们进 可以跟大师进去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选对工作 真的是无比的荣耀 身为翻译 我可以跟着他进去 但是那个高兴 我只高兴五秒钟 因为我发现走进去 事情不太对 我那天左手提着一本 云水三千 五公斤众的书 那走进去吗 他就把师父放在 这个观众席的路边 顶着大太阳呢 就离舞台很远的地方 就站在那边 也没有椅子 那站着站着 我就问他们说 那等一下是怎么见面的方式 原来呢 是教宗会从那边走过来 然后我们只给你几秒钟的时间 你跟教宗讲几句话 我帮你拍一张照 那我上次就在 我就看着师父一眼 师父没有说话 那其实我心里就觉得 你怎样是用这种方式 让两个宗教领袖再见面 那但是从头到尾 大师都不开口 站在大太阳底下 站了快半个小时 然后呢 等教宗要开始接近的时候呢 所有人就开始骚动 就往前推 就开始推挤 那那个时候 师父脚不能站得很久 那也不但推挤他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 我轻轻的把手稍微 就是梳嘛 放在这个地方 他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所以人家不会推过来 那一样师父呢 还是很注重我仪 他就说你手放下 那放下之后变得怎么办 他就是不难去推他 但是我每一次呢 手要伸出去 他都会提醒你 不可以去推人家 他对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尊重 那所以呢 我就左手呢 提着一个这个云水三千 然后有一个好心人呢 在这个时候递了一把雨 阳伞来说 你帮他遮遮太阳吧 这样子 所以我就左手提出 右手拿那个雨伞 然后呢 偶尔再稍微用身体挡一下 希望就是保留一点点空间 让他们不要把大师给推倒 我挣扎了十分钟 然后呢 好不容易教宗走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简单的讲几句话 那当然那里面那个对话 大师就是跟教宗说 我希望我们能够宗教和平往来 那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你到台湾来 就这样子 讲了三分钟的话 教宗继续往下走 然后呢 我们就被请到旁边去 那时候我就想过已经满身大汗了 然后似乎下来 他就转头看我一眼 他就说没有关系 这都是为了佛教 那四个让我突然放下心里的一股不平 跟一种愤怒 他愿意这样子 他愿意至少让大家看到佛教是和平的 这是第一个牺牲奉献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2007年跟06年 不是有一个佛教论坛吗 那佛教论坛呢 是国家级的活动 要能够让领导人愿意发起这个活动 而且呢 他们当时是把大师的名字放在发起人之一 对于一个境外的出家人 能够被列在这个国家级的活动 各位可想而知 这个活动是多么的重要 来自全世界 但是呢 非常的不幸 在那个差不多三个礼拜之前呢 大师在家里就不小心跌倒了 那跌倒了 竟然去照X光的时候就发现 有两根肋骨是裂掉了 各位要知道肋骨裂掉有多痛 你连呼吸都不能呼吸 更不要说坐飞机或是走路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徒弟又开始七嘴八嘶 然后师父你还是不要去啊 你就是有人代表一下 你的名字已经在上面就好了啊 等等的 然后他都不讲话 他就静静的听 然后听听听 听到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发现 师父跑到哪里去了 他竟然在法囊开始跑箱 他就绕着那个空间慢慢走慢慢走 我们就想说 肋骨裂掉要躺三个月的 怎么有办法 原来呢 他要让我们知道 我没事 我可以走动 就代表我可以坐飞机 但是呢 我要想象的是 当时他是承受了多大的痛 在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那样的一个决心 我想当时的长老们看到了 也就不说话了 就是尽量让他在接下来几天呢 好好的休息 然后呢 他还是坐了飞机 飞到大陆去 站在这个世界佛教论坛的开幕 让他看到 对出家人 我们是跟着国家领导 带动全世界学佛 这是他的决心 我想这个真的是超乎常人 所能做到的 那所以在这一些 我想时间的关系 只讲这两个 那总的来说 为了佛教 他就是诵文八个字 他说身为出家人 你就是要牺牲享受 然后呢 你要享受牺牲 他希望我们所有的出家人 弘法的时候 都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决心 那所以他用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 伟大的一个示范 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我想今天 用我自己学佛出家的例子呢 跟还有一路跟着大师 看到的简单的例子呢 跟各位分享大师的故事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弘法 那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跟他的徒弟互动 他怎么样教育我们 一直到了今天呢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想说我真的是觉得 我中了人生最大的乐透 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得到这样的一个工作 跟着大师做他的翻译 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我看到了世界 所有佛教的文博发展 那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呢 我可以走到好多个地方 去吸收 去丰富我人生的经验 那翻译着翻译着呢 最近十年我开始多了一项烦恼 烦恼什么 最近的十年呢 我们的师父都只去中国大陆 去中国大陆就是讲中文啊 我总不能去帮他中文翻中文 我可能会被人家提出去 我觉得这次心里就要想 如果师父你都只去这些国家 那我是不是要失业了 对不对 我不用帮你翻译 那我要做什么 我也没有学会其他的技能 我只有在这样子想哦 那有一天他就突然转过来说 你去菲律宾去讲演 我说讲演 我说师父可是我不会讲啊 他说没关系 那里所有的书都是我写的 你全部拿去用 我说师父可是这个都是您的书 我怕讲不好 我说没关系 你就讲到好 然后菲律宾回来 他说你再去新加坡 你再去香港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 那这一路走过来呢 我相信其实师父 他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方向 他在帮我找工作 他可能读到了我的心 所以他在帮我安排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因缘 让我可以继续带着我的英文 到各地为各位服务 所以他就说 你就是到处去讲 那讲的过程当中呢 他说你在介绍你自己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一行字 就是什么 星云大师随事翻译 那我就想 啊为什么 他说这样人家才会来听啊 那我就跟师父开玩笑 我说师父你好辛苦哦 我出去讲演 你还要帮我招生 那但是师父他给我留下这样的应用 我确实感受到后续的一些不可思议 那当然到了马来西亚 这个新周日报的这个肖一招总理 他是管理整个马来西亚华人 那个媒体的哦 在有一次我去讲 就有一个讲座的时候 他就跑来全程坐在那里听 那我就吓一跳 因为这个人五六十岁 在大陆做很多很成功的 这个慈善事业 怎么会跑来听这个讲演 那后来结束之后 我就跟他说 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他说因为我要来看看 星云大师的翻译长什么样子 对两个眼睛一个嘴巴 不错吧 那总之不管如何 我一直在看 就是师父他其实为徒弟的 这一些后续的安排 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因缘 但是他后来有一句话给我 就是这么多的因缘当中 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你自己要很努力 所以我很认真的在研读师父的书 我也很认真的在思考 当我走到西方的国家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样方法来传递佛法 特别是传递人间佛教 那我在想的时候 师父又看着我说 你就想三个字 人要的 你怎么样把佛法讲到 人觉得受用 欢喜的 那就很好了 所以这个我想 接下来的十年 这也是我一个最大的任务 那当然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海外 用中文的讲座 我想讲的无论如何 这里面很多的故事呢 只要有这个师父的精神在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带着很多很好的经验回去 那当然我还要再用一点点时间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在人间佛教研究院 各位看到佛光山这个新盖好的藏金楼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在会接下来的据点 右边是佛多纪念馆 佛宝山 中间是藏金楼 法宝山 左边是佛光山 森宝山 那所以星云大师用50周年的时间 把50年的时间 把佛法身三者全部拒组了 他希望全世界的佛教徒 都能够依靠在这个三宝的庇佑之下 过得欢喜的人生 然后投入这个弘扬佛教的一个行列 那怎么弘扬佛教 我想我这辈子应该离不开用语言的这一个因缘 那所以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在进行的 就是佛光大词典的英文翻译 各位如果有翻过那个十本的佛光大词典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完成 做出英文版的 让所有看不懂中文 或是对佛法不熟悉 但是依靠英文的人士呢 都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但是十大本 三万两千个名项 如果只靠国际组的几个人 实在是做不完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美洲跟亚洲呢 在各地成立了 各各式各样不同的翻译小组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这样的一个计划 为什么 当你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工具要具足 那所以我们也很相信 这个英文版的佛光大词典 在完成之后呢 可能是上百年 上千年的影响 可以给更多人带来学佛的方便 老师我一开始在推广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我就写信给全世界的住持 问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人可以推荐啊 甚至给我们一点支持啊 那当时多伦多永固法师跟决签法师 几乎是立刻马上第一个响应的 他们就跟我们说 你需要什么 告诉我 需要人吗 我把人介绍回来 那如果需要资源呢 没关系 我们这边很多呢 希望发心能够成就这个佛教文字 跟文化的功德主呢 都可以给你们最大的资源 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一年前 那所以这次回来呢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要感谢在场所有这个 有曾经就是发心愿意支持我们这个计划的功德主啊 谢谢各位 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希望我们可以来到这一边 不只来到这一边呢 吸收当地的翻译人才呢 我们更可以找到更多这个佛学的资源 所以各位感谢各位 我想您这一份心 我们一定会带到全世界 让大家看到这个佛法弘扬 原来背后有这么多人在支持 那当然今天我也带了几位 我们团队的成员 从台湾特别过来 我想请他们到前面来 我们说一件事情的成就呢 一定是要因缘俱足 因缘俱足呢 一定要团队 靠一点点的人 一个人 一点点的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那我们现在呢 慢慢在吸收呢 就是有这一次来自这个 一样是人间佛教研究院几位 在我右手边是有赛法师 他是在爱宁顿生活二十年 然后回到佛光山出家 是个电脑工程师 所以现在他帮我们开发 佛光大致点的翻译软体 这个翻译软体呢 会加快我们所有的翻译的工作 那第二位是知悦法师 知悦法师是在美国出生的ABC 最近四年回到台湾才学中文 学到现在是可以翻译经典的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他同时也是纽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用三年读完四年的学业 所以非常的了不起 And then to my left we have Arthur from Belgium And Arthur speaks six languages 英、法、德 然后瑞典文 然后荷兰文 还有一个是 也是欧洲的语言 现在站在学中文 所以他也是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成立这些团队 所以我们四个呢 就拎着小包包走江湖 希望到处能够网罗人才 希望能够在最近的三年之内 把这个福王大词典这项任务 这个初步的翻译把它给完成 尽快跟全世界分享 那所以呢 希望我们将来还有很多机会 可以回到这里呢 跟我们的团队做培训 我们的下一站呢 会将是前往波士顿跟纽约 做这一样的行程 拉伸心 谢谢各位 那么在最尾声的时候 我想我们谈了 大师谈了一个下午 其实我相信大家 现在一定有一件 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大师的身体 现在好不好 对不对 我想你们一定也非常挂念 其实我跟永固法师 也希望可以尽早 回到台湾去 那各位没有读到新闻的 简单来说 就是上个礼拜呢 在这个新闻发布 就是提到大师因为脑出血 所以做了一个紧急的脑部手术 那个出血是100cc 就是一个拳头的量 挡在他的头里面 所以他从大陆回到台湾之后呢 就一直很不舒服 可是他都不说 他通常不说 到我们发现的时候都很严重 因为什么 头痛到吐是什么程度 大家想象一下 那我们就发现不太对劲了 赶快呢 请这个长根的医疗团队呢 来做这个治疗 那也还好就是手术呢 比我们想象的顺利 这个血块呢 也知道自己排班 应该站在什么地方 很自然的靠边站 然后很很顺利的让医生 把整个血块取出来 那现在也在 这顺利的恢复当中 所以请各位 务必要安心 那当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在洛杉矶 我心里就很紧张 我在想说 我要不要把 所有的行程都取消 我是不是要打电话 给有顾法师说 不好意思 我还是先回家一趟这样子 那我就跟本山在联络 那山上的法师呢 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现在回来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你到复了就是好好的 继续把你的行程给走完 你现在能够做的 魏大师做的就是 专心把自己的任务做好 专心把佛法带给 这个欧美的这些人 是 所以这样子 他跟我讲 我想也是啦 我还是 我想我们一定都能够 尽到自己的一份心力 来为大师的这个康复 做一点贡献 那除了这个诵经回向以外 我知道最近多伦多道场 都有在诵这个药师咒 那我们就诚心诚意的 回向给大师 那但是其实几次看到 师父法帝爆亚的时候呢 他都会告诉我们 你不要带药给我 你也不要帮我介绍医生 你不要想说怎么样让我的身体更好 你只要更专心的为佛教做事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就做这个新元大师的化身 我们在遥远的多伦多呢 把这个人间佛教呢 继续带给身边所有的人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佛法带来的欢喜跟安乐 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能为大师 能为佛教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一边呢 也希望各位能够安心 然后呢我们一起精进努力 那我今天这一点点的法供养 我就做到这一边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 欢迎各位的聆听 谢谢各位的聆听 我相信我们大家 我相信我们大家 这个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会感觉到 好像是在师父的时光之中 非常温馨的 温暖的 好像进入到师父的世界里头 通过聆光法师 从他个人 这个入佛门 然后成长的种种姻缘 其实我一定在听 我也会想起 师老明那时候小时候 感觉自己好像也是出入门 然后师父是怎么样引导我们的 都会有那种很呼应 很相应的那种情景 一直在呼应着 那么我相信在座各位 可能也都会有这种心里头的共鸣 那我想 灵魂法师真的是千里迢迢 来一趟了 也不是只是让我们感觉到 很温暖 德光山这个家很温暖 我相信不是只有这样 而是在当我们自己把这一份温暖 转为一种像能量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温暖别人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师父其实最希望我们走到哪里去 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 就是不管我们从讲的是经论啊 演说啊 或者是像今天这么难得可以听得到的 真的这么心为错那种点滴用心 师父就是一心待人好 我觉得我们就是取动这一点都不得了了 就是师父的密份待人好 那么如果我们都可以从中领略到一些 然后去取一些 然后化为我们的行动 我觉得这个才是妙光法师 真的好不容易来一趟 然后把师父的讯息分享给我们大家 我今天真的觉得好像是佛欢喜日一样的 大家感受到 感受到 这个妙光法师 带来大师给我们的精神 给我们的加持 我们在多伦多 大家也是齐心协力的 把人间佛教要大家护持 然后走出去 那么我相信这会是师父 最欢喜听到的 就是在多伦多的大家都在弘扬人间佛教 在多伦多的大家都在精进学习人间佛教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学习好吗 好 是说有没有人要提问问题 但是我看这个时间呢 尤其是后面呢 是我们的电影台弘法小组呢 三位三个节目的主持人都坐在现场 等着进录音室要采访录音呢 有没有人说我一定要问到不可的游民话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把这问题留待给我们三个节目的主持人 让他们好好的帮我们来问 然后做个录音 那各位只要上网站就可以收听得到 这样好吗 好 好 非常谢谢 好 再次给大家 谢谢 谢谢永库法师 我都跟人说 要能够来到加拿大 要有人天的这个福报 所以回去我会继续储存我的福报 希望还有机会能够再回来跟大家节目 非常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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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